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看9月1号大爱午安新闻 我是林一婷 马上要带您关心的是 今年第11号台风薛兰诺的最新动态 目前位置距离台湾台北 大概东南东方是530公里的海面上 正在步步逼近台湾 而它现在走到了V字形的转弯处 而且和旁边的热带性低气压 快要合并在一起了 所以整体移动的速度呢 开始变得非常缓慢 预计会打转一段时间才继续北上 而目前整个风雨状况 被台湾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有点感觉了 画面上看到的地点在宜兰头城 出现了间歇性的雨势 而这个海浪也还没有到非常剧烈 不过整体的降雨趋势 今天仍然是会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被台湾有阵雨 其他地方是以午后雨为主 到了明天整个雨区会扩大 各地都会有阵雨 其中北部更可能会出现到好大雨 由于藤原效应的影响 第11号台风薛兰诺与南方的热带低压合并后 范围更为扩大 目前它的位置已经来到了台湾的东南方海面 距离我们大约460公里的海面上 明天后天都会持续在我们的东南方到东方海面 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明天后天降雨的情况会更为的明显 尤其北部东北部地区是容易有大雨出现 地球的这个旋转的一个效应 我们的这个纬度越高 它的这个旋转的一个趋势会越大 所以当这个趋势比较不明显的时候 会让这个台风它本身靠着这个地球本身的旋转 它会稍微往这个西北的方向移动 那目前其实以这个11号台风它未来的一个环境 目前看起来就是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左右 它这个南边的这个高压 有机会会把它稍微往北边顶 目前轩然若台风将在台湾东南方海面 有滞流打转现象 3号才会开始逐渐北上 另部分民众担忧是否类似2001年纳利台风 现在琉球纳坝附近海面打转 对台湾造成严重灾害 11号台风跟纳利是一点都不像 纳利台风原先要朝这个西边移动的时候 它的西侧这边高压比较强 那当然它之后又受到它的这个丹尼斯台风 导引变成它在这边打转 往这个台湾的方向移动 产生腾源效应 那这个纳利台风在这边打转的期间 非常的长 2号期3号将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提醒民众要注意后续 台风变化的趋势 大爱新闻菜篇警员及徐英豪台北报道 再来关心医疗话题 云林有一名中年妇女 她的颈椎左肩整整半年都觉得非常酸痛 甚至有时候还会痛到手脚无力 一开始她求医都找不到原因 直到经过了核磁共振才发现原来是长肿瘤 出现了罕见的医文式原发性肉瘤 接受手术之后 手脚才慢慢恢复力气 手术后复原良好 56岁吴女士积极复健 她是乳癌患者 颈椎疼痛不适 一度乳而长骨刺 最后手脚完全无力 像中风一样 差不多有半年了 大概都是左边 工作完就觉得她酸痛 核磁共振详细检查 发现是肿瘤作祟 这我们颈椎有分成一二三四 所以它主要的位置在二三之间 到第四的上天 那脊髓内有长了一颗肿瘤 原先怀疑是乳癌转移 后来确诊罕见的医文式原发性肿瘤 罹患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大部分都发生在那个年轻人 这是一种骨的瘤 骨的肉有 非常的少见 肿瘤切除减轻压迫 医师提醒 长骨刺休息时酸痛会比较缓解 持续性疼痛要提高警觉 通常都在休息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很痛 那这个已经进展到 手脚美丽的话 就要特别小心 身体只有一个 拥有健康才有美丽人生 大爱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 疫情方面来看 目前台湾因为BA点五 整个传播速度是正在加快 而BA点五同时也是在国外 正在流行的主要病毒株 最近爱尔兰就有一个研究发现 这个病毒株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 那就是感染之后会出现夜间倒汗 科学家指出当免疫系统遭到新的COVID病毒株入侵的时候会产生不寻常又比较明显的症状 而倒汗就是其中一种 目前还没有列在官方防疫指引的主要观察指标当中 另外感染到BA点五 喉咙痛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 专家强调还是要持续打加强针 才能避免恶化成为重症 美国的FDA有宣布 我批准了施打莫德纳和辉瑞BNT等药厂制造的次世代COVID-19疫苗加强针 两家的药厂的新疫苗都是锁定目前主流的Omicron变异株BA.4和BA.5 不过接种年龄有所不同 这个次世代疫苗的打法是要在接种完基础剂疫苗 或是最新一剂的追加剂疫苗 至少两个月之后才能再施打 同时这两款疫苗都是二价疫苗 除了目前主流的Omicron变异株BA.4和BA.5 也能对抗先前所有COVID-19疫苗所定的原始病毒株 美国预计要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展开接种 今天9月1号原本是中国大陆各级学校预定的开学日 不过受到的疫情影响 包括了四川 甘肃 青海等等多个省市的中小学 还是纷纷宣布要先延后开学 尽管开学是延后了四川省的绵阳市的中学 依然让住校生提前返校准备 部分地区学校则事先实施线上教学 确切恢复实体课程的时间要再另行通知 而为了达到清零的目标 首都北京是如期在今天开学了 不过严格要求返校的师生 必须要提供两天之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天气方面来看到西班牙现在同时出现了干旱 野火还有罕见的冰雹灾情 在西班牙东部极端干旱肆虐 水位暴跌意外让一座11世纪的教堂废墟 是重现在眼前了 另外在中部则是因为高温在爆野火 政府还在试图控制火势 另外加泰隆尼亚降下比鸡蛋还要大的冰雹 这个最大直径高达了10公分 也创下了20年内的最大冰雹记录 冰雹狂砸 泳池建筑水花 车窗屋顶都被砸破 西班牙加泰隆尼亚降下比鸡蛋还大的冰雹 直径高达10公分 创下20年来最大冰雹记录 暴风雨和冰雹来得太突然 有人甚至直接钻进车底避难 大量建筑和公共设施损坏 累计造成50人轻重伤 更有一名一岁女同丧命 除了冰雹 极端干旱同时肆虐西班牙东部 这也意外让一座11世纪的教堂遗址 重建天日 1960年代 教堂因修建水坝没入水中 从此成为当地人判断干旱的重要指标 如今千年古迹浮出水面 游客甚至能乘坐独木舟 划过教堂的拱门 另外高温也让西班牙中部爆出野火 当局目前还在试图控制火事 大海新闻洛泽进编译 现在我们常常能够看到 在同一个地方就有各种极端气候 大海的灾害 其实这就代表着 温室气体已经对地球造成了 不可逆的伤害 现在国外还有一个最新研究指出 格陵兰岛的冰层 已经开始大幅度的消融 预计会有3.3%的冰层 是相当于110兆吨的冰 没有办法无可避免的融化 而这个就会使全球海平面 在2100年前上升27.4公分 海水温度上升导致格陵兰溶冰加速 最新研究指出本世纪海平面 恐上升27.4公分 人类若不减缓地球暖化 到了2100年 纽约 迈阿密和孟加拉等地 都恐将消失 29号刊登在自然气候变迁期刊的 最新研究指出格陵兰岛冰层 加速消融 人类已经错过了逆转点 即使现在立刻停止温室气体 排放也没有用 预计格陵兰3.3%的冰层 相当于110兆吨的冰 将无可避免的融化 导致海平面上升27.4公分 超过联合国去年估值的两倍 为了解实际情况 科学家打算钻透2550公尺 到达格陵兰冰盖的最底部 观测实际的融冰速度 以厘清相关研究模型的估值 是否偏低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 下段新闻回来 要来看爱的伟大力量 这位先生为了完成 癌症妻子的愿望 现在决定要培训 成为一位赤工 并且开始赤素 我是热带雨林 我是地球的肺 我微笑着为你们吸收二氧化碳 提供地球20%的氧气 直到你们举刀 挥向了我 如果你们不要害我 地球就能免于气喘叙叙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 通道一命 无人信免 爱不是手 爱要开口 爱污集污 爱之欲其声 爱到深处无怨有 冰层的快速融化 觅食成了北极熊生存的难题 漫长的觅食旅程 体力不支的小熊 往往溺死在中途 当北极都失去北极熊 人类还剩下多少时间 你是哭着来到我的身边的 饿了哭 摔了也哭 我希望你笑得更多 因为不如意是学习的动力 虽然你哭着来到世间 但我希望你笑着影响未来 每一声震耳欲龙枪响 都在向童年 向希望道别 每一个透显围光的弹孔 都好像灰暗 惊惧的眼神 硝烟征战 毁掉的不仅是孩子 也是世界的明天 回到新闻现场 要持续提供给您的是 台风最新动态 墙台宣兰诺距离台北 大约是500多公里 现在移动的速度非常慢 以每小时8公里 向南南东转北北西的方向来行进 不过它的瞬间风速大 相当于是17级风以上 现在在宜兰苏澳 已经观测到了2到3公尺左右的浪高 也要提醒在琉球附近海面 台湾北部 东北部 东南部的海面 还有巴士海峡 航行的作业船只 通通都要多小心了 还有气象局也发布了 强风特报 几乎是全台沿海 都标出了黄色曲线 要留意的是 有9到10级强阵风 我们统整了小叮铃要给您 今年的最强台宣兰诺 现在震撼另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整合 合并之后云系会变得更大更强 北部 宜花的雨势增大 基隆 北海岸 北部山区 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好雨 尤其是明后天 就会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大家的防台准备是绝对不能少的 好 接下来看到的是 今年的台风其实来的是很晚 已经成为了历年来最晚发布台风警报的一年 连宇都基隆都缺水 目前新山水库的水位是剩下33%左右 打算要在两天之后就展开节水措施 不过这个台风也是继续来报道 已经陆续为北部带来一些零星雨水 期盼这一次能为大地解解渴 这个现在目前正在注水 只有一分满而已 对 都还可以看到底 对对 现在目前是都可以看得到底 所以它只有一分满 一辆辆水车轮番送水 启动伤水线一同注入大水池 期盼民众的缺水情形 可以稍稍获得缓解 目前孝贤里还有约60户 身处管线尾端的家庭 供水还不算稳定 每天用接驳的方式把它入水进去 那基本上我们每一天都路 21台的水车 等于有63吨的水进去 但是这个水说真的 63吨我们这个水池可以装300吨 那我们家户 如果是真的要有水用的话 就是要300吨装满才有办法 路边的水塔也有提供民众装水 真心盼望台风来临 老天可以多降雨 我就暂时先不让客人内用 因为节省水资源 你也不想浪费这么多水去洗碗盘 多下一点雨是好的 因为这样真的很辛苦 那原本是希望是说 昨天天气一棒会下雨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下雨的状况 不见得理想 像基隆还讲的话 平均下的那个只有两米米 那中西供僚集水区的部分 是没有下雨 目前新山水库的蓄水量 已经来到了33.3% 而轩兰诺台风的外围环流 也在步步逼近台湾 目前基隆已经有些风雨了 雨也是断断续续的在下 期盼有更多的降雨 能够为基隆接接客 以上是大爱记者 王怡婷 田志宗 在基隆的采访报道 有更多台风消息 稍后如果有最新的动态 会再提供给您 再来要看到的是 夫妻之间的爱德力量 此季志工黄淑珍 目前癌细胞扩散全身 而他的最大心愿 就是先生也一起参加 志工培训并且吃素 于是先生就决定 把这份小爱化成大爱 不负他的盼望 跪拜鼎礼 祈求妻子减缓病痛 志工张天霖为爱培训 医生说我随时都会走 那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希望我师兄能够进来 持续这个大家庭 去年见习 要到今年培训 陪妻子就医的空档 各项勤务欢喜承担 环保站分类资源 回收巴勒袋 加油 加油 面皮抹上酱料 让大家吃到 手工馒头的好味道 酷热天气 清扫停车场水沟 避免大雨淹水 有事情要请她来帮忙的时候 她是奋不顾身的 培训之外 妻子第二个愿望 如素她也完成 如果我现在埃子素升高 你愿意吃素 功德回向给我吗 然后她就说 OK 吃素也没有什么 就是不吃肉而已 在慈激学会正向思考 病痛缠身 没有埋怨 而是善解感恩 我很感恩我这个爱菩萨 因为她成就了我好多 我花的愿 都让我一个一个圆满 现在的黄淑珍 了无遗憾 只希望行善这条路 陪先生多走一点 大爱新闻 珍善美志工李美如 张清禾桃源报道 而这也是夫妻之间互相成长的故事 慈激志工陈淑娟 因为自己看了大爱台 投入环保20多年 不过其实她的婚后生活 因为孩子 因为先生压力都非常大 但是她决定要每天都在家里面 转开大爱台 久而久之 这份善也影响了先生 一大早57岁 陈淑娟来到环保站 就开始张罗给志工的点心 又是水果又是海燕窝 清凉降火 志工挥汉做回收 陈淑娟则担任最佳后援 再回收回来很辛苦 对啊 跟自己的家人一样 来来来 我煮海燕窝 阿冠淑娟他都很用心的 很好的河岸可亲 丈夫许清禾也是环保志工 但她最初并不支持太太做环保 当年是他 当年是不了解 是他家庭为重 孩子也是小孩 20年前 陈淑娟面临丧母之痛 孩子正值叛逆期 而丈夫的不量姐 更是让她陷入低潮 但透过搭爱台 她转念找到力量 那段时间真的是很痛苦 那部那个燕姿 就是安定我的心灵 搭爱电视台就开着 然后不管她看不看 反正就开着 然后她也是 就这样子认识实际 那边也应用了 反正 你老婆在哪里 一定出到公共产典 陈淑娟的转变 让丈夫从反对到力挺 如今成了人人称献的 环保夫妻党 更要携手 平除地球 更亲近未来 大爱新闻 是宇辰王昭中 台南报导 游米转物 本来打算退休之后 要当志工 结果被迁堵 迷惑 好在在家人不放弃之下 她终于在环保站 找到了人生价值 73岁了 爬上爬下依然敏捷 犯法勇退休前在台铁工作 常看见搭火车 往花莲的慈忌队伍 看了十多好 都要整齐了 现在都车顶不先罚 说团队哪里好 人家说这资座 要退休 那里面也好 但他退休后 竟将省吃典用的钱 拿来迁堵 一旦以前丢了 才会平衡 所以都要抗 女儿历见他去做环保 醒悟的他将热情投入环保医疗等领域 他也有做医疗志工 做的当下 身体突然就是晕倒了 警察心率不整 做志工让他逢胸化疾 健康问题及时治疗 但近年天天拿着铁锤 敲啊敲的肩膀已经退化 那这样敲走会不会痛吗 不会痛 但是睡觉 晚上不太疼 妻子不舍他太劳累 也来帮忙做环保 做的都还好回来 就睡了 这样都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每天这样 你也钓的 钓 都钓的 迷转物后 与妻子一同复出 也让行善之路走得更长远 大海新闻陈一阵王朝中屏东报道 在尼泊尔的翻转贫困计划 最近进行了第五次热食发放 而这一次有不少志工 是从头参与 从热食准备开始到发放 在整个情景当中 让他们都有深刻体会 准备第五梯次的热食发放 新马两地志工 一早选择以步行方式 从会所前进到驿站中心 一路走的时候 看到很多那些原始住的那种屋子 觉得我们很幸福 以后我们要珍惜我们拥有的一切 因为新加坡的环境 毕竟会比较好一点 那既然我来到这里 我要入乡水属 关怀团抵达议诊中心时 当地志工已经忙着处理食材 由于资源不足 大家都得客难操作 这也让新马志工更体会到民众的需求 在被切菜的时候 蹲了太久的话 脚就会痛 看他那么发心 我们真的很感动 很开心 所以看他们还是坚持下去 大家一起新年新的在这里投入 在这里推广输出一种付出 一种包恩 我这次一开始做 是用去做那个油饼 然后在戳的时候 还慢慢一点一点的水浇 准备热食的过程 志工体悟深刻 接着由法师带领大众供斋 在供养法师之后 村民依序领取食物 这一天对新马志工来说 过得充实 在付出中学习 不需此行 大家新闻 这是美志工 黄瑞燕 比士奴灵学群 尼泊尔报导 台风步步逼近 新闻最后还是提醒您 要随时注意相关讯息 做好防台准备 而在新闻结束之后 请继续锁定大爱剧场 冬局没问题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